因为选前到了 对不对 募款然后台商等等这些东西 应该要赶快去处理 那如果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 可能还要派层级更高的 所以我是觉得 因为夏立言是一个 资深的外交官嘛 所以应该看起来是心理如意 那当然因为年底要选的是 地方九合一选举 一般来讲跟两岸应该 或者是涉外不会有 直接的那样子的有关联 但是因为牵涉到 就是说那裴若西忽然跑来了 不少是好性还是 生活打劫我们也不知道 那但是呢 那甚至于是不是 拜登跟他在玩两面手法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很明显的就是说 要付出一些代价 就是说我们现在讲说 担心的就是中线没有了 或者是说新的现状 这些东西已经会出来 因为你这边有动作 那边一定要有回应 不然的话会说是示弱 那接着20大这个部分 习近平说不定会被保守派反扑 所以这些发展 大致上是可以理解 那国民党目前这样子 那我们如果本来讲说 如果是心理如意 应该也还好 因为毕竟如果说 因为台湾受到美国的 这样子的一些动作波及 我们假设说我们是被动的 而不是主动邀请他来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跟中国 要有一些沟通 那当然现在民进党政府 跟中国之间 是关系不是那么好 尤其是这个上一次 我们知道小英连任的时候 然后呢就是洗五条 然后香港送中芒果缸等等 这个东西 所以呢如果在野党 有这个机会去的时候 因为执政党他现在不方便嘛 对不对 如果在野党如果可以 是顺便带个话也好 我是觉得应该 在民主国家来讲 通常也是这个样子 会这样就是说 你自己不方便 拉不下脸 或者是因为 这个民意的这个关系 你不能出口嘛 所以必须拜托反对党 或在野党 其实也是可以理解啊 但是我们发现说 现在不是只有 民进党会跟你戴红帽 现在连国民党的 比较年轻的一派 少壮派好像反弹也很大 就是说这个选民可能会 就是戴红帽嘛 那当然大家想法也是对啦 因为最近都在军演嘛 那在封这个时候刀口上啊 怎么办呢 我想说那我会觉得啦 可能也许国民党朱主席 他对内部的年轻人 可能没有事先打个招呼啦 让他们措手不及啦 就是国民党自己 内部有些分裂 民进党也是猛攻 所以夏立炎副主席 访台这个就好像千山万水 我读写 对啊所以他会 当然也觉得很委屈啊 对不对啊 我只是去扮演一个角色而已嘛 那政府如果有需要的话 带个话也可以嘛 那没想到他好像是 你知道就是忠实之地嘛 好 好老师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两岸关系 是需要坦坦荡荡的 但是夏副主席啊 他原本呢去访台的时候 他并没有说他要去政治拜会 结果还拜访了国台办的主任 以及呢这个海峡的会长 海协会的会长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都不公开时辰 也没有公开他的行程 也没有公开说 他到底会见了哪些人 是不是如果说今天 两岸关系这么敏感之际 国民党担起这个责任 要帮忙去架起两岸沟通的管道 那不是应该要宣扬吗 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吗 怎么好像被变成 就是偷偷默默的 这里有两种可能 我们尝试着去理解过去的 这样或从外国的经验 第一个可能就是说 且战且走 那是后续有一些发展的时候呢 觉得说可能 他们那边也希望传话回来 第二个呢可能说 本来那个东西 本来应该就是在暗中的 也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是 怕被扣帽子 那要交代对不对 但是有一些东西 可能本来就是不方便交 比如说今天假设 真的是政府委托他们 你知道他本来也许 没有这个行程 然后拜托他们 好临时加码等等这个东西 那当然能见到谁 临时要安排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老公那边也会担心 万一那时候他手又烫到 你知道他是划不来嘛 所以我在猜是不是 有这两种可能 且战且走 或者是本来就安排着 然后忽然就曝光了嘛 所以其实搞不好 民进党也有暗中 跟下副主席在沟通吗 就是老师自己的猜测 我只是说民主国家过去 我看到在冷战时代的 那个美国跟苏联 或者是美国跟中国 在华萨部等等 那些或者是这些 我看过一些这样的谈判 都有这样子 就是说因为两边民情 都很强烈的时候 你任何要妥协 或者是戴个话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帽子太大了 没有人愿意 就是说即使我们愿意 搞到习近平也担心 所以然后民进党 这边也愿意 那你已经卖芒果干很久了 忽然就说又要 好像又要妥协的样子 你知道拉不下那个脸 所以这个东西 可能都要以后解密 二三十年我们才知道了 二三十年就可能封存 对啊二三十年这种东西 因为我通常看到那种很多东西 会忽然搞错 就三十年后解密 我们说往南大欧 原来是这个样子 但是那时候两岸关系 会不会就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现在呢 其实我们就引用一句 民进党前主席 许晋良他讲的话 他说现在呢 国民党附中并不是坏事 民进党没有必要政治追杀 甚至呢也应该给大陆 还有台湾两岸有一点空间 以至于呢不要让两岸面临 这个冰凶战危 甚至大陆要动武的 这个可能性你认同吗 我当然许主席他的那个 我今天看了一下 那我自己其实大致上 也是这样子的立场 也就是说两边这边 其实这里你知道 这有一个长期的 那个历史的纠葛 主权等等那个东西 不是很快就可以化解的了 那第二个就是说 立即的是因为 在中国那边就是老共有二十大 对不对 那人家家里有大事 OK 然后接着中间的这一块里面 其实就是说 习五条以来 其实我觉得 中国应该是耿耿以怀 就说他几乎就 重大的演讲都不提台湾 免得被 民进党政府又来大作文章 所以有这样子的 短中长这样子的脉络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说 站在比较理解的角度 站在理解的角度 如果国民党 不管你把他当作反对党或在野党 如果他有那样子的线 或有那样的机会的时候 未尝不可 因为我们也一直听到 你知道我们的人过去 或者他们的人过来 那当然他们都会说代表谁代表谁 然后那边的有时候也会来问说 这个真的是谁的人吗 然后我们过去的时候也会问说 他真的是谁的人吗 对不对 真真假假嘛 但是你听听嘛 但是如果真的是有线的时候 忽然有一天你真的要做那种危机处理 要按钮下去的时候 你知道那些情报分享 有些是几分钟的啊 那你做那个决策的时候 你总是最后有一机会 可以打个电话 或者是有那个线嘛 所以我是觉得未尝不可啊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打成 你知道我们可以理解 因为你看民进党 因为他已经习惯打这种的 就像以前希特勒一样嘛 然后那是打共产党啊等等 那些戴红帽对不对 那他现在也民进党做这个样 你知道他因为在选举嘛 那你任何跟他意见不一样 就是被鼓 那被鼓只是背叛这个民党而已啊 那就是跟你说你就是 共匪的潜伏或是什么样的 你看他现在国民党 但是就刚好就是 刚好被你那戴个帽子 就让他把你吊死了这样子 是啊是啊 所以老师其实很多部分 会觉得说这可能是 民进党的选举操作吗 那民进党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玩啊 我坦白说就是说 通常国内的 通常其实一般民主国家 大选外交不会是重点 老百姓没有兴趣 更不用讲我们这次是地方选举嘛 就是像美国的其中选举嘛 那因为民进党基本上我觉得 政绩也不怎么样嘛 从九合一挫败以来 其实不怎么样 你看他他连任为什么 可以800S7万 他也没有什么改善他的政绩嘛 就是你也知道就是芒果干嘛 对不对 所以然后我们看到四大公投案 居然4比0变0比4 所以十岁之位他应该就是 大致上就是说今年大概要玩这个 所以已经十岁之位了嘛 已经就觉得说 然后每次贩卖芒果干都有效 每次抗中保财都有效 结果有一天 结果台海真的是 兵凶战危的时刻 民进党到底做了什么 所以我要讲说 其实当然你知道 他们可以这样得逞 有时候是老逛那边 其实上次我觉得 西五条那个部分 我的判断啦 其实他讲的就是说 因为解惠公司这边 你知道好像走得下来 他走得下来不知道嘛 然后这边是以前这个邓小平的 这个一个中国有没有 一国两制嘛对不对 他认为说这中间 应该有很多光谱上可以思考嘛 但是小英就把这两个相等 然后相等的时候 就是有点你知道 太怕等你知道吗 那个点就是 就已经都没有任何空间了嘛 所以目前为止 当然我觉得中国是小心翼翼 避免谈到台湾 免得又来大作文章嘛 我觉得他们可能也在苦恼说 那九二共事 接下来要走什么 也不太知道嘛 当然民进党也有他们的玩法嘛 就是说他现在就是 拉住美国就好嘛 那九二共事把他干掉以后 他现在已经 他已经接收了中华民国啊 然后现在其实 国民党就有点惨啦 OK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了 那更惨的是就是说 所以他已经没有空间了 因为他不晓得走到哪边去了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朱立伦其实跟马亦九的 就是差不多政策没有差很多嘛 但现在问题是在这里 就是说因为他现在是中华 小英民进党接受到 中华民国以后呢 那接下来呢 国民党要抢回中华民国 他现在一个很尴尬的啊 因为老共那边 现在连中华民国 也都算是台独嘛 所以你知道他已经没有 都把国民党放在原理啦 因为民进党接受的中华民国 向国民党靠拢 接受中华民国 他说这个中华民国也是台独啊 其实你知道大家都 你来以后都会骂 来以后每一次一骂就骂 小英他们是台独 而且小英他们只是 要中华民国的资源而已 对不对 他根本不是台独啊 但是你现在连中华民国都没有以后 小英他们当然就是靠美国 国民党大概就没有什么空间 这已经好像是不重要 现在来科普一下 这个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成水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 万万水神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 可以干脆把生成机 买回家自己来使用